猫揉出肚皮 是在用肚子勾引你 让你摸他肚子吗 其实并不是 它只是在向你示好 要求你玩耍 轻轻讲解人机来聊聊 那些被人类误解的猫咪行为 你以为你回家猫就磨爪 是在向你示威吗 并不是 那是担心你的表现 在猫眼里 你但凡是出门 在它眼中就是出去捕猎了 捕猎就可能会遇到危险 所以你每次尝试见出门 它们都会担忧你的安慰 猫辞职的心情 也会是比较压抑的 有的猫内敛一些 不会喵喵叫 在门口看到你回来后 就到猫抓板上摸个爪子 来释放一些紧张的情绪 你以为你摸你家猫时 它突然咬你一口 说得对你不满意了 其实并不是 那只是它的条件反射 猫是天生的猎手 猎手的身份也让它们很敏感 对于一些事情很容易过激 尤其是肢体接触 那你入猫时 不小心碰到某些部位 对于猫来说 就是感受到了威胁 它就会下意识的反击 但当它反击后 又突然发现是你 就会立刻停下 就造成了 轻轻咬一口的感觉 你以为猫屁股对着你是想恶心你 其实并不是 猫那是在亲近你 一般猫进出的势力并不好 所以猫猫们近距离之间 需要考气味交流 回钢门线 又是它们重要的气味线 猫屁股对着你 相当于它想跟你沟通和交流 当然有时候也不排除 所以它屁股不干净 想让你帮大家清理一下 你以为猫反慢眨眼 使得困了 其实并不是 猫的慢眨眼 就相当于人类的微笑 猫有两种眨眼状态 一种是快速睁开眼或眨眼 第二种是 缓慢的闭上打开眼睛 第二种眨眼看起来就像 人类笑起来眼睛就没了的状态 有实验表明 如果你对着猫 缓慢眨眼 会更容易接近猫 不要 猫对着你缓慢眨眼 你也对着它慢眨眼 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好 你以为你家猫 经常盯着窗外 是想出去吗 其实并不是 猫这一种领地 是很强的动物 在野外时 一般是独赖独妄 如果他突然离开自己的领地 就会变得很紧张焦虑 他喜欢看窗外 也不是想要出去 一方面抱着是 悬挪守卫领地的念头 担心有外地入侵 另一方是猫好奇心众 他只是单纯喜欢看外面 有什么新鲜的东西